长话短说 各地的俱乐部公司 如果你们被匿名者 什么批评建议 讨要你们的线下活动信息 一律不给 一律不要相信 他们可能是讨要这些信息细节 去造谣言的 这是第一点 一定要做好信息安全工作 不要把你们的线下活动的信息 具体的什么一些信息 包括你们自己的一些 不要 千万不要泄露给一些匿名者 他们这些人搞我搞不懂 可能想要搞你们 做好这个准备 第一点 还有第二点 当然这个第一点 其实说他们想要去骗你们去 我给你们讲过了 他如果还这样做的话 那我们可以比较 直接的去耸定到他 他比如说 去杭州哪个俱乐部 去刺探情况 那我们就可以 对应的去锁定到 他可以 那边可以直接向我通报情况 然后我们摸他的 直接通过一些技术侦查手段 可以实时锁定到他 摸到他 这样反而是 所以我提前给你们讲 你们做好一个准备 如果你们有人这样刺探你们的消息 匿名刺探你们的消息 以批评建议啊 或者说以这个是什么紧急汇报的情况 可以比较及时向我们反应 像我苏州公司反应 我们会帮你去查到他背后的 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对于一些现在明显 这那个社群和那个社群的 在那个创办者 他做的这些事情明显极大的 严重的损害了我和我公司 我们线下团队 还有我们团队 我们俱乐部成员的一个 根本利益 人身安全 社会名誉 甚至说是一个法律地位 这样的根本利益 合法地位的这样一个根本利益 他们严重侵害了 但是说 我很多次攻击 很多波攻击 我们都一一化解掉了 那么对于这个群体 和他的这个头领 对于那个头领 我们是提过沟通的意愿的 我是提供了线上沟通的 然后被辱骂 说我不会说人话 我只是把一些基本的客观情况 跟他们说 而且是仅我可能的在 只只要不是违法 就说我能够跟他说的东西 已经是尽我的极限了 我都是可以说是打打擦边球了 我再多说一点 我就可能我就我就犯法了 我就违法了 我在线上跟他这样沟通的时候 希望他能够 能够直接了断的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的时候 他辱骂我说我不会说人话 我在线下我们开车 我和我我和我们律师开车去上海 能够找个第三方的那个什么工作室 做一个见证和对他进行个保护的情况之下 我们联系他 他说 他也说 害怕我不会说人话 就是辱骂我是个神经病或者什么样的 发疯的什么 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荒谬 你知道吗 我已经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一个态度了 非常负责任的态度 这个提醒建议啊批评啊 我们不接受 因为我们很有可能是套套信息 然后去造谣言的 诬陷我们的啊 去装作是离鬼啊 诬陷我们的啊 所以你怎么骂都没有呢 怎么骂我们都说 我而且我广而告知 告诉我所有的 可以说是我们派系吧 就是说我们支持 关注我们这一系列线下实践的啊 存在方式的 人群一定要 把这个神拉紧 不要对任何的匿名建议批评啊 还有帮助啊 还有怎么样的 就口头上虚拟的 想要套取你的情报的 套取你的线下活动细节的 套取你的人员名单什么 所以这些人通通不要有任何信任 不要有任何信任 我们现在 This is a war This is a war You know 大家团结起来 大家防范这样的 这些这些居心 那就没有办法了 那也没有办法了 那么对于其行为的违法的这个严重性 我们其实说让好几个人传过话了 结果是被辱骂 结果是车开了上海 说要约个地方 怎样不行 被辱骂 这个事情是 我们没什么好说的 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就是没什么好说的了 这个 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那么一个动态啊 不接受这个什么匿名的什么什么 因为 但凡有百分之 但凡有一定量的可能性 他套到了什么信息 套到了什么一个知道了一个什么具体的线下的一个活动 我说了我们不接受的是线下实践 对于我们线下实践的匿名批评和建议 线下实践 他们要套这些料套这些情况 他们是要去造假消息的 他们是要去污蔑陷害我们的 他们每一次污蔑陷害 我们都化解了都防范掉了 但是我不想说让这个浪费的这个 把精力啊 把时间啊 把我们的这个工作的热情 浪费在这些无聊的这个防御的事情上面 防御的工作上面 就是我们是都能够守得住防得住的 没问题的 没有一次说我们漏掉的 但是呢 其他的各地的俱乐部 啊 你要要做好这个防备 包括支持我的人都要做好 了解我们这个线下活动情况 都要做好这个防备 第二点就是说 我不是说要和他私下接触或者说线下接触 是套到他的这个什么身份信息啊 是不是什么东西的 不好意思 这个东西呢 他只要活在现实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界之内呢 这个B站 那是上海的这个网络安全 信息安全方面 本身就有监控的 一方面 第二方面是 他也是要和我们认识的一些朋友打交道的 我们认识的一些朋友是有他的联络方式的 就是我犯不着说是套他的联络方式 或套他的这个身份信息 我不去做这个违法犯罪的 或者说 没有经过他同意 我也不会向我的朋友去叫他联系方式 没有意义的 真的就是说到时候 这个 这个他最后走走走到路的尽头 真的是一条道走到死走到黑的时候 这个什么都跟我没关系 我今天这个话放在这里 我已经提前B站私信说我们可不可以 我们可不可以面对面沟通一下 我们可不可以或者说语音对语音沟通一下 他说我怕你说的话是什么 不会说人话 然后那个线下 线下到上海 找朋友联系他 或者说到一个第三方的中立的一个地方去对话 又被他辱骂 就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呢 老实说 不要一期用事啊 不要一期用事 你如果是出于什么公义 然后你一下子义愤填膺 这我可以理解 比如说 某个人骂我的时候 一并把我们国家 我们社会的基本属性 基本性质也骂了 把我们这个社会也骂了 把我们的国家教育方式 治理方式也辱骂了 那我一下子义愤填膺 我一下爆炸了 那不能进 但是说 老实说我在这样去 试图去试图去阻止他 或者试图去提醒他 试图去这个引导他的时候 我损害什么公共利益 我损害什么公共利益 这个东西就没什么好说的 就没什么好说的 他有必要这样辱骂吗 有必要这种方式辱骂呀 而且就是说我们诚意也摆出来了 而且是我们是 真的是诚意都摆出来的 诚意诚意摆出来了 所以也不要说什么 是战是和 后面其实一切都跟我没有关系 everything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e 后面发生的一切和我没有关系 我们自己 我自己线下团队 还有我们很多这个受我影响的 支持我的 关注我的 我们的这些 这个其他公司的成员 我们自己人 做好防御的一个准备 做好一个这么一个 应战 然后他们怎么样 跟我没关系 我们始终我们的观点是非常简单 我们的观点就是自保 我们的观点始终 都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自保 就是自保 从他第一次做那个不实视频 发布到网上去的时候 我就是我的观点 始终就是我就是自保 我们不 我们不想要 不仅是我个人 而是很多人 我们不想这样被评价 我们不想被这样去 去这个抹黑 我们不想被受到这样的待遇 受到这样的影响 但是似乎他和他的支持者 不是这样想的 而且他不仅抹黑我和我的群体 他抹黑的东西多了 抹黑的东西多了 那么我已经说了 我们的姿态 交流的姿态 摆在这里 我们的自保的防卫性的姿态也摆在这里 我们积极主动的去防止我们 进一步被侵害 被被伤害 我们也摆在这里了 我们不想伤害任何人 那我们不想伤害任何人 好吧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就讲到这里 啊